我们这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为大家提供理解中国基层自己的底层框架和系统思维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聂合华 一个稀利幽默的经济学教授 今天介绍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系列课程的第14讲 主题是土地财政还能持续吗 这个主题呢 源于我和记者的一次对话 前段时间呢 一个财经记者问我 聂老师你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说现在最关心人口在减少 出生率在下降 记者问你觉得什么原因导致了出生率下降呢 我说主要是抚养成本太高 记者追问 那你认为抚养成本高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说因为房价太高 记者又追问 那你认为房价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说是因为土地财政 记者最后问道 是不是因为1994年的分岁值 导致地方政府财流枯竭 所以催生了土地财政 依靠卖地挣钱 我说你要理解土地财政的来龙去脉 必须好好听我讲讲 中国经济几十年高速增长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然后自己判断高房价是不是跟分岁值有关 因此呢 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谈谈中国的土地财政问题 所谓土地财政 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名词 主要意思是地方政府通过城乡土地征收 储备和出浪等一系列措施 获得了大量土地出浪金 甚至主要收入高度依赖土地出浪金 然后地方政府借助土地出浪金 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我想在今天的课程里重点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 土地财政是怎么来的 在多数情况下 政府的收入应该主要来自税收 而不是来自土地出浪金这种非税收入 例如 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是个人所得税 社会保险税和企业所得税 美国州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是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和房产税 因此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的地方政府 开始高度依赖土地出浪金 而不是主要依靠税收 第二 土地财政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会从高房价 收入分配 资源错配 腐败 金融风险等多个角度全面分析 让大家理解 为什么土地财政是难以持续的 第三 如果说土地财政是难以持续的 那么现在有什么办法 逐渐破解这种稀稀浮丝困境 让地方政府走出土地财政的困局呢 比如有人建议 地方政府应该从土地财政变成股权财政 这条路是否走得通呢 一 土地财政的由来和现状 说实话 没有20年政治经济功底 讲不清楚中国土地财政的来源 下面我要讲的观点和逻辑 也是聂老师的一家之言 仅供大家参考 在过去的40多年里 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 第一波增长高峰是1984年前后 第二波增长高峰是1992年前后 尤其是1992年到1994年的三年 GDP增长率高达13%以上 对比一下2022年我国GDP增长率是3% 2023年能实现5%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1992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增长高峰呢 这归功于两项重要的制度创新 一是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的背景下 中共十四大明确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国都要集中精力把经济建策搞上去 二是国家决定在一些沿海地区 开始实施出口导向性经济战略 融入世界分工体系 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出口的重要政策 例如1994年决定实施人民币贬值 将美元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 从5.8元一致性提高到8.7元 贬值幅度高达50% 这也成为当时外资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因素 同样是1994年 根据当时的增值税占星条例 所有出口商品实行零税率 也就是按照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率 实行全额退税 我在第一讲里谈到了一个经济的重要观点 制度是长期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 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增长 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诠释 在上述制度变迁的背景下 东南沿海地区 特别是苏南地区 广东等地大力开始建设 各种工业园区或经济开发区 大力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 甚至为此开展了局部地区的GDP竞赛 我在第三讲 中国官员的晋升规律和第十二讲 干部考核指标越多越好码里面 都提到了地方官员的经济技巧考核 是从90年代后期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 源头就在这里了 那么为什么东南沿海地区 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呢 这又有两个重要的背景 一是90年代后期呢 由于机制体制僵化 国企大量亏损 以至于1998年中央提出了 国企三年脱困目标 既然国企经济效益不好 地方政府当然要大力对民企和外企 招商引致了 另一个重要背景是 1994年呢 中国实行了一项影响深远的 财税体制改革 即分税制改革 所谓分税制 就是中央和地方 按照不同的税种 各收各的税 在分税制之前 先后实行了 统收统支和财政包关制 统收统支呢 就是地方收的税 全部交给中央 然后中央再根据需要 多个地方 很显然这种税制 无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而财政包关制 又导致地方政府 把税收隐藏在本地企业里 导致超出包干基数的增量税收 几乎没有增长 中央因此流失了税收 而在分税制下 所有的税种 划分为中央税 地方税 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当时规定 中央大型国有企业的 所得税作为中央税 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 作为地方税 最重要的是 税收中的大头增值税 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由中央垂直管理的 国税局来征收 然后和地方按比例分成 这样既避免了地方 隐藏税收的问题 也实现了地方 和中央之间的基地相容 分税制改革的结果是 中央税收 在全国税收中的比例大幅提高 由分税制改革前的30%左右 提高到了50%以上 而地方税收的比例 则相应大幅下降 如下途所示 当然 这里没有考虑 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在财权不断上策的同时 市权则不断下沉 地方政府 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 要承担教育卫生 科技环保和社会稳定 等各方面的投入 以及负责公务员 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支出 财权和市权的不匹配 使得地方财政日益捉襟 急需开拓新的财源 正是在国企改革 和分税制改革的双重背景下 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 建设工业园区 来拉动经济增长 获得更多财政收入 某种程度上 建设工业园区 就相当于中国地方政府的 全地运动 因为工业企业 需要成片的土地建设厂房 而地方政府 想要吸引上下游产业 建设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获得产业基地 更加需要大片土地 土地来自哪里呢 来自地方政府 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 和城市原有住房的拆迁 1998年修改的 土地管理法规定 不管是国有土地 还是基地土地 都必须经过政府征收 才能进入土地二级市场 变成建设用地 或商品房用地 因此 地方政府成为 土地一级市场上的 垄断供应者 地方政府通过一级市场 征收到的土地 一般是生地 地方政府拿到生地之后呢 还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三通一平 把它变成熟地 然后再通过协议出浪的方式 后来又通过比较规范的 招拍挂方式 即招标 拍卖 挂牌收纳 卖给工业企业 并收取土地出浪金 所谓三通一平 就是通电 通水 通路 还有地面平整 毕竟你总不能让企业 在一块水稿田里生产汽车吧 注意啊 土地出浪金是企业 为了获得土地使用权 向地方政府交了的一次性价款 它不是税 也不是交给中央政府的 而且为了吸引优质企业 地方政府不得不提供 各种优惠 在土地整理方面 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不断加码 从早期的三通一平 到五通一平 再到七通一平 乃至十通一平 用今天话来说 内角越来越严重 在税收优惠方面 很多地方政府开展了主体竞争 从两免三减半 三免三减半 发展到五免五减半 什么是两免三减半 就是企业在第一年至第二年 免交企业所得税 第三年至第五年 按25%的法律税率 减半交纳企业所得税 其实都是违反税法的 后来被中央叫停了 特斯拉落户上海 就是中国地方政府 招商引致竞争的典型案例 当时苏州 重庆 安徽等多个地方政府 都想争夺 特斯拉这个超级客户 但最终花落上海 上海市政府为了拿下 特斯拉超级工厂 先是以超低价格 给了特斯拉 大约1300亩的工业用地 然后再提供 大约200亿元的低级贷款 其中大部分是 无抵押贷款 并且在建设审批方面 一路绿灯 特斯特办 以至于上海特斯拉 超级工厂 从电机开工 到正式交付 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比美国的同类工厂 快了两倍 创造了令人惊讶的 上海市政府 可想而知 在这种主体竞争的格局下 地方政府 从工业园区的土地出场中 基本赚不到什么钱 不赚钱 那地方政府是傻子吗 当然不是 虽然土地出场不赚钱 但是企业投资生产之后 要交增值税 所得税 还能拉动上下游产业链 还能带来大量的就业 关键是 精明的地方政府发现 虽然工业用地出场本身不赚钱 但是商众用地出场却很赚钱 一个大背景是城市化 1978年 中国城市人口占比还不到18% 此后一路增加到2021年的65%左右 这么多人进城了 总要住房子吧 1998年之前 城市居民住房是以单位分配为主 住房是一种福利 1998年7月3日 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从住房福利分配全面转向 货币化分配 从此居民成为住房的购买主体 因此 城市化极大地刺激了居民的住房需求 也进一步带来了商业用地的需求 因为居民多了 消负的人也就多了 但是在地价方面 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产别很大 优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可以在事前跟地方政府讨价还价 恨不得零地价拿地 而且一旦觉得营商环境不好 大不了事后用价投票 但商住用地的需求者主要是商户 当地居民和企业职工 特别是后两者 很难说走就走 这就导致商住用地的价格更高 浙江大学王辉教授 在2023年的一次言论中提到 中国工业用地价格非常低 是平均地价的八分之一 住宅用地的十三分之一 相比之下 美国纽约的工业用地价格 是住宅用地的三分之一 基于商住用地的房地产开发 土地出浪价格高 只是带给地方政府的好处之一 好处之二 是房地产行业的税收总领多 请看下表 我盖过了房地产行业 从建设到使用 再到交易的各个环节的主要税种 加起来地方政府 以为可以收11次税 房地产行业带给地方政府的第三个好处是 它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效应 因为产业链特别长 房地产行业包括开工环节 工程机械水泥钢铁 竣工环节 玻璃建材 实用环节家具家电三个部分 这还不包括相关的金融和房地产交易等服务业 据估计2004年到2018年 中国房地产行业从业人员 由396万增加到1264万 估计2021年从业人员达到1500万 比教配行业的1000万人多多了 正是因为房地产行业税收多 产业关系强 2003年 国务院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中 首次明确将房地产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我用下面这张图 将土地财政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 总结一下 总之 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低价出浪工业用地 吸引企业入住 拉动工业增长 另一方面又通过高价出浪商住用地 获得大量土地出浪金 然后再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 并对工业用地进行交叉补贴 通过左手倒右手 地方政府实现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不仅拉动了经济增长 改善了城市面貌 还获得了大量的可支配收入 并且这些政界还会为主政者个人 带来政治晋升和巨大权力 这样一时多了 两千取美的好事 天底下去哪里找呢 潘多拉摩河一旦打开 就无法关上 这种一本万里的引领模式 被各个地方政府迅速克隆 在两千年之后遍地开花 欲演欲立 终于变成了一种城市政府 普遍生财的土地财政现象 其实早在17世纪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威廉·佩蒂 曾引用过一句民间谚语 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 马克思还转引过这句话 当土地财政成为一种现象时 这句话的后半句 算是名副其实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1998年到2021年 中国土地出浪金的增长 如下图所示 1998年 全国土地出浪金 总额不过500多亿元出头 大约是当年 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10% 但是2007年就超过了1万亿 到了2021年 已经达到了8.7万亿 相当于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78% 想想看 如果一个地方大约8成的收入来自土地出浪金 这不是土地财政 还能叫别的什么财政吗 从1998年到2021年 全国土地出浪金总额增长了170倍 这可比GDP增长快多了 前面那张图展示了 全国土地出浪金的增长情况 咱们第二部分课程是区域发展 因此为了体现区域差异 我们根据公开数据计算了 大陆31个省 在2008年 2018年和2021年 三个时点的土地财政状况 在下渡中 我们用当年本省土地出浪金 占GDP的比例来度量 土地财政的依赖度 这个比例越高 表示本省越是依赖土地财政 大家猜猜看 哪个省份的土地财政依赖度最高呢 出乎意料的是 最高的省份居然是浙江 江苏省排名第二 江浙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 第三名是贵州省 然后是重庆市和江西省 这些都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很富的地方和很穷的地方 都高度依赖土地财政 富裕地区依赖土地财政 是因为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 土地价格就越高 因此卖地收入就越高 而贫穷地区依赖土地财政 是因为穷地方 穷得除了土地 没啥值钱的资源可卖了 Interesting 看完了全国和各省的数据 然后我们来看看城市数据吧 有人整理了这样一张图 显示了中国37个主要城市 2017年到2021年 平均的土地财政依赖度 不过这里的土地财政依赖度的算法 和上面不同 现在是土地财政依赖度 等于卖地收入 除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从这张图上 大家可以看出 土地财政依赖度最高的城市 是杭州 这不奇怪 因为我们前面发现 浙江省是土地财政依赖度最高的省 而杭州作为浙江省省会 和副省级城市 自然也是土地最贵的地方 然后是佛山 南京 武汉和广州 你看 前五名都是发达地区 土地财政依赖度最低的城市 一次是深圳 上海和北京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土地出浪金 都到了哪一系的地方政府口袋里呢 是省级政府 市级政府 还是县区基层政府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首先要明白 作为一项飞水收入 土地出浪收入 在政府的会计科目上 属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021年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93,936亿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浪收入 87,051亿元 占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的 92.67% 换句话说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几乎都是土地出浪金 此外还有少数比例是彩票供应金 正好我同事呢 吕冰洋教授最近计算了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情况 这就可以推测 土地出浪金的分配情况 下图显示在2017年之前 县级政府获得了 大约一半的土地出浪金 剩下的归省里和市里 但是2018年之后 估计土地出浪金太重要了 市里获得的份额 开始稍微超过了县里的份额 而省里的份额一直在下降 最后不到10% 这意味着 县区基层政府 既是大部分土地的实际控制者 也是土地财政的主要受益者 二 土地财政的后果 俗话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虽然土地财政 加速了地方政府的资本积累 推动了城市建设 但是与此同时 也造成了巨大的代价 和严重的后果 其一 土地财政导致了高房价 开发商的建房成本中 支付给地方政府的土地成本 就占了50%到60% 相比之下 如果在马来西亚建房子 土地价格是每平方米 2000元人民币 房价是2万元人民币 土地成本只占房价的10% 因为房价和土地出浪金 是正相关的 所以当地方政府 想不断提高 土地出浪金收入时 房价必然水涨船高 例如2001年 全国商品住宅的 平均售价是 2017元每平方米 2021年涨到了 10396元每平方米 20年涨了5倍 在一线城市 房价甚至涨了几十倍 然而在此期间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民意涨幅 还不到6倍 而且地方政府 往往利用自己作为 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 控制商住用地价格的供给 据统计 地方政府每年出浪的土地中 一半以上都是工业用地 而住宅用地 只占不到20% 显然 在房地产问题上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是不断提高的土地壮金 和难以承受的 高房价之间的矛盾 其二 土地财政加大了贫富差距 2014年 统计局公布的 城镇居民收入的 基地系数不到0.5 但是根据北京大学 谢宇克里吉的报告 中国家庭净财产的 基地系数达到了0.73 家庭财富的收入不平等 超过了收入的不平等 因为房产构成了 主要的家庭财产 并拉开了收入差距 其三 土地财政导致了资源错配 土地财政导致了 房地产泡沫 制造了大量的鬼楼 鬼城 这纯粹是资源浪费 此外 2010年到2020年间 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 总额达到了108万亿 这些依靠土地财政 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 很多只能产生 很少的现金流 投资回报率并不高 而且会引发债务风险 其次 土地财政导致腐败问题 依靠土地财政 地方政府大量投资 建设各类新城区 开发区 城市道路交通 城市管网和生态园 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而工程项目一直都是 难以监督的腐败高发地带 其五 土地财政会带来金融风险 2020年 房地产业创造增加值 7.3万亿元 占GDP的7% 但房地产相关贷款 已超过67万亿元 占银行贷款总额的39% 相当于GDP的66% 在负债方面 很多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已经超过了80% 居民的负债率接近了70% 地方政府的负债率 已经超过了70%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 2021年 地方政府的负债 超过了80万亿元人民币 按平均利息率 为4%到5%计算 每年的利息就高达 3万到4万亿元 前面说了 2021年的地方政府的 土地出乱金 毛收入为8.7万亿元 扣除成本之后的土地出乱金 纯收入大概只有 20%到25%比例 甚至可能下降至10%左右 因此 现在的土地出乱金的纯收入 连地方政府的债务的利息都不够支付 除了上述风险后果 关键是 土地财政所依赖的房地产市场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供给过程 根据王小鲁教授的测算 假设2021年到2035年 承证化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 达到75% 同时假设人均住房面积 从42平方米提高到50平方米 层层最多还需要新建 150亿平方米住宅 那么未来14年 平均每年只需要新建 10.7亿平方米住宅 然后在过去的三年里 平均每年新开工住宅面积 已经高达15.9亿平方米 这意味着 今后房地产行业 哪怕只保持现有的建设规模 不再增长 以后每年都会有 大约三分之的新建住房出现过程 再考虑到已经囤积的土地 以及不断降低的人口出现率 今后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 每年都将减少三分之以上 因此不管是从后果来看 还是从趋势来看 土地财政都是不可持续的 三 土地财政的出路 既然土地财政不可持续 那该怎么办呢 起码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化解 地方政府的现有债务 二是如何找到 可持续的裁员 说实话 哪个问题都不好解决 出路之一是改革现有土地制度 打破地方政府对住宅用力的 垄断供应权 比如允许积的土地入市 允许农户 闲置宅基地在不违反 土地规划用途的调限下 进行使用权的有偿转让 从而提高土地供应量 虽然增加土地供应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房价 但是又加剧了 住房供应的过剩问题 而且也没有解决 地方政府的裁员问题 出路之二是 政府收购滞销的商品房 转为连租房和公租房 这种收入其实就是新加坡的 住房模式 本来中国大陆的土地财政 就是向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学习的 只不过学了个半拉子 1960年 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局 负责规划新建保障性住房 及住屋 并鼓励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层购买 但房子的所有权属于政府 房主只有住满一定时间才能转售 且只能转售给复合调整人 最终80%的中低收入者 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住房里 设计了20%的高收入者 通过市场渠道购买商品房 可见土地财政并不必然导致高房价 这正是成功的政府干预 加市场经济模式 政府和市场各取所需和谐共处 那为什么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 没有学会呢 这恐怕需要结合前面谈的 官员晋升与绩效考核的内容来解释 由于时间关系 我把这道题留给大家吧 前面的出路主要是降低房价 但关键问题是 如何为地方政府找到新的财源 以取代卖地收入呢 有人提出了出路之三 用股权财政取代土地财政 所谓股权财政主要是指 国有企业每年上交给地方政府的利润 各类政府型基金及成头企业 进行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 但问题是 股权财政整体规模较小 一是大部分地方国企 其实并不赚钱 赚钱的主要是央企 这无法给地方政府输血 二是很多政府的股权投资 要多年才能收回 而且目前来看 投资回报率并不高 从逻辑上讲 如果市场行情不好 请问凭什么政府投资 就比民间投资更能挣钱呢 三是股权投资基金分布不均匀 不利于欠发达地区 请看下图 根据中基协发布的数据 2022年全国私募股权创业基金 共50987支 合计金额为14.04万亿元 让超过一半的基金 都在北京 上海 深圳三个城市 既然上面三条路都走不通 那还有别的出路吗 比如征收房产税 比如出售部分国有资产 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地方政府的收入问题 但当务自己是 重疾不能下猛药 房地产有泡沫 但泡沫要慢慢挤 地方政府债务高企 也需要逐步化解 要从根本上解决 土地财的问题 关键在于转变理念 从发展型政府 逐步转向服务型政府 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实现偿富移民 这样才能遏制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降低金融风险 一句话 让政府的归政府 让市场的归市场 最后给大家留到试考题 听到今天的课程 你是否认为 分析制改革导致了土地财政呢 期待大家的分享 我们留言区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